最難的地方來了 這個算是最大的魔王 是VBA 因為之前有同學學VBA都覺得很痛苦 不過如果你過了這一關 你會覺得學這個導演沒有那麼困難 也可以自己很快把它寫出來 所以請各位再做一件事 就是再幫我把這個九十媽表再複製一個 拖拉加Ctrl鍵 然後把這個名稱改成叫VBA算了 所以我今天希望幫我寫一個VBA程式 那這一塊就是我要輸出的 那將來就是有一個按鈕 直接按下去自動就覺得怎麼樣 一個是清除就兩個按鈕 那應該如何寫 當然寫這個VBA 第一個先產生一個工作表 第二個請你在把這個開發人員把它打開 這個箭頭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 自訂功能區這邊把開發人員打勾 OK按確定 那切到開發人員裡面 一樣VBA 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不管你將來HRGB產生 或者是自己寫的話 那一律是VBA 然後把它縮小一下 縮小 然後在這個專案總管這個地方 按右鍵 插入模組 從這邊開始寫 那寫呢 當然我們需要寫一個SUB 因為按鈕就是SUB 所以開頭一定是SUB 所以寫一個 打一個SUB 空一格 好 那意思就是說 我在模組裡面產生一個 算是指程式 SUB 指程式 然後名稱叫什麼 就是99乘發表 所以你就這邊打上 99乘發表 然後 enter 這樣OK 所以你只要打SUB 就是 enter 自動產生底下的東西 那自放大的話 工具選項 鑽寫風格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12好了 OK 好 那接下來要如何寫出 這樣一個結果 那當然這個地方需要 用那個回圈 所以這裡會需要兩個for回圈 難度應該相對比較高一些 一些 不過如果你假設 你說是要寫了一些 兩個回圈有點複雜 你可以自己先試試看嘛 就有點像這邊先輸入好了 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一般我們都會用Sales Sales指的是儲存格 OK 的物件 然後呢 錢瓜糊之後的話 跟大家講說哪一列 這個的話應該是第四列 有沒有 所以列先哦 逗點 後面的話是 B欄 你當然兩個敘述方法 你可以這邊打一個文字的B 或者是數字的2 兩個方法都可以 那因為這個我是建議 用那個數字會比較OK一點 因為之後這個位置會變動 後瓜糊 加一個等號 等號的話呢 就是後面要放什麼文字 那如果假設 你自己打的話是這樣 EXE乘上 E乘上 E等於 E這樣子 那如果你假設先輸出一個的話 是這樣 你執行他看看 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地方就輸出一個了 但是現在的話 我們是希望怎麼樣 我們當然也先不要太大 因為如果你一個做出來之後 你再去延伸 你慢慢就可以比較做得出來 你不要一次說我要全部做 如果你這個做出來之後 你再去思考說我這個可以了 他就把這個1乘1等於1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這個儲存格指的就是他 這個等號就是把後面的這串文字 放到這個儲存格的意思 這個等號不是計算結果 是把後面的資料放到前面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我們第一步完成 那第二步你可以再思考說 如果我們野心不要太大 我們就是輸出這個範圍就好了 那這個範圍應該是 這個1都固定 後面是乘1 1乘2 1乘3 1乘4 那這個後面的數字其實就是抓前面這個位置 那我要怎麼變 才能夠剛剛好變出這樣的結果 首先當然我會需要 一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呢 通常我們會加一個for 應該還記得吧 for for回圈的話呢 指的我要在某個範圍的數字 清單裡面幫我產生 所以 i 指的是一個變數 等於 1 空一個 幫我改變到9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意思就是說呢 我增加一個變數喔 變數的名稱叫做 i 那這個i的變數呢 它會 從1 幫我改變到9 那接下來我可以把剛剛這一串放到裡面來 做一個改變 因為 i的值 就是我們可以拿來用的 這個i的值的話 實際上呢 你就可以拿它來改變什麼 改變這個的位置 有沒有 這個就是你將來要輸出 輸出的位置的話 因為我將來會輸出到 b 有沒有 一樣都是b2 不是 b4 下一個是b5 意思對不對 到b12 所以如果假設我現在多一個i的話 那我可以這樣 直接把i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儲存格位置 我可以加一個 把i 放在4的前面 但是記得你可以再加一個加 看一下 它如果產生1的時候 1加上4的話 那就 變成5 指的是列嘛 後面的話一樣是2是藍 所以 所以不對 應該是加3才對的 因為如果假設 我加了4之後 它變成從b5開始 可是我要從b4開始 那就把它加3 OK 加3之後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 它就會跟著這個 這個i的值 做向下的變態 不要動 因為這個是指的是列 所以第一次一定是4 那下一個的話 i就變2 那2加上3變5 一直在推 就往下 我們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加上一個for回圈 然後呢 後面的東西先不改好了 我直接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如果執行之後 你看 有一點點接近的 但是你說 後面的東西不對 哪裡不對呢 這個應該是 1 2 3 一直到9 所以呢 你可以 更動的 其實就是 這一串文字裡面 這個1 有沒有 可是這個1的話呢 它裡面應該放什麼 剛好就放1到9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i 有沒有 放到裡面就好了 OK 所以i要怎麼放進去呢 還記得吧 你不能夠直接 直接放一個i 如果你假設你這邊 你說老師我是不是放一個i 如果你把i放到這裡面來 i就變成一個文字 所以執行它 它就變成1乘上 你說老師為什麼這樣 因為如果你假設要用這個變數的話 記得喔 你一定要先怎麼樣 把這個位置 把它先 一串文字先切開變兩個 所以先兩個雙以後 再移到中間 那把i串進去的話 就加兩個and 再移到中間 再把i串進去就OK了 iOK 然後呢 and符號前後一定要空白 所以 加空白 有印象嗎 我們之前好像 跟各位講過訣竅 所以喔 這個有個 假設你實在是不知道怎麼串 有一個 口訣吧 先選取你要 覆蓋的地方 兩個雙以後 一到中間 兩個and 一到中間 加個i 然後把and 加空白 好 理論上應該 第一階段 就差不多了 執行看看 有沒有看到 1乘1 等於1 到1乘9 等 不對 後面這個不對 那後面這個也要把它改 這個的話呢 它要改成什麼 改成 應該是 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 後面加一個and and 相乘的結果 應該是 應該是i乘上 1才對啦 不過i乘上1 結果一樣 是i裡面的值 不過不管還是先扯 直接壓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最後得到的 就是 我們的第一個結果 但目前 他還沒有辦法把全部 做輸出 那沒關係 等下再看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那個 這個90指定法表 的工作表 複製一個 OK 然後再利用什麼 開發人員 這開發人員自己把它打開 插入模組之後 把這個程式 來試的輸入看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